每一个爱阅读的人应该都知道村上春树这个名字 而且听风吟是村上春树的处女座 整本小说读起来就像一部自传 读着读着就会感觉主人公我 就是村上春树自己 就连村上春树自己也说 他写这本小说十分随心所欲 是趁着每日酒吧打样后 闲着无事 在餐桌上边喝酒 并写上几页 而恰恰是这种随心所欲 成就了村上春树别具一格的文风 1979年 小说写完后 被村上春树投向纯文学杂志群像 当时群像正在发起征文活动 而村上春树选择群像的原因 也非常随心所欲 仅仅因为群像征文 要求长度在二百页稿之左右 最后 切听风吟被五名评委全票通过 获得当年群像颁发的最佳新人奖 村上春树就此声名雀起 从一个酒吧老板变成了呵呵有名的作家 那么切听风吟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为什么能够让村上春树在文坛大放异彩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本书以第一人称为口吻 主要讲了主人公我在一家酒吧里结识了一位喝醉酒的姑娘 与其相处一夜之后的故事 故事很短很简单 但恰恰是这些看起来平淡简单的故事 能让每个成年人找到强烈共鸣 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 原来这就是人生 这本书的开端是我因为暑假的原因 从东京回到了神户 在一个酒吧里 我捡到了一个烂醉如泥的女孩 送她回家后 在她家中度过了醉意朦胧的一夜 早上起床 醉酒少女发现自己一丝不挂 以为我对她做了什么 其实那一夜 两人迷迷糊糊的睡了一整晚 什么也没有发生 之后我又一次遇到了少女 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喝醉 而是看书 谈心 互聊心事 随着关系的深入 我们渐渐有了恋爱的感觉 并在海边谱写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只不过就在一切好像要进入正轨时 那位女孩带走了所有的一切 不知所踪了 这让我倍感迷惘 此外 在酒吧附近 我还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比如那个没有了小拇指的姑娘 那个在电台点歌的少女 但是 一切都和第一位女孩一样 她们匆匆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但很快又消失了 接着这些人 我还想到了曾经的三个女友 她们都曾与我产生过联系 但好像也没有停留多久 便与我渐行渐远 最后 回乡的期限到了 我不得不收拾行李 离开了那个地方 这时我才恍惚发觉 原来 我在这里经历了那么多 却什么都带不走 所有一切都不过是短暂的相遇 而我又要踏上新的旅程 好像自始至终 我都只有我自己 作为村上春树的处女座 《窃听风营》是孤独美学的奠基作品 从这本书中你能领悟到 孤独才是人生的常态 主人公一个人来到酒吧 看似结识了几个人 好像和他们有了某种联系 但最终 还是一个人离开了 这大概就是 村上春树所理解的人生 行到某处 遇上三两个人 发生过一段平平淡淡的故事 最终又独自踏入新的旅程 你以为当初经历的人 会成为人生的惊喜 殊不知 有些人只不过 是与你萍水相逢 之后便会消失在你的生命里 你以为自己会与他们发生些什么 可是时间一到 双方又会各归其位 而这段经历 不过是一段插曲而已 人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偶然相遇 又匆匆一别 最终你只剩下了你自己 说起来这似乎很孤独 但孤独不等同于寂寞 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自由 就像是风 吹过很多地方 但带不走任何东西 因为带不走任何事 反而无牵无挂 自由自在 正如村上春树在书中所说 我们无畏生 无畏死 只是风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中写道 我们孤独的进入世界 我们也将孤独的离开世界 在这两个孤独之间 在生与死之间 你仍然是孤独的 孤独是人生天性 的确如此 人与人之间 本来就无法完全理解 说的再多 也还是要自己面对人生 而人生的常态 本来就是单枪匹马 独自踏戈而行 假如你能理解这一点 那么往后漫长的人生中 你便不会过得太辛苦 说不定 你还会享受孤独 慢慢地增加生命的厚度 好了 今天的棉花读书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读 请点关注 谢谢